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冠疫灾的关系 全世界必须停 看 听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我们过去的运作跟商业模式 势必是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那在这样的前提下 全世界的气候灾难 并没有因为经济活动减少了而消停下来 反而变本加厉的气候 极度异常的状况带来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从这一张投影片 我们看过去这三四个月 所发生的事情就非常的明显 我们看到中国河南郑州的大烟水 广州的地铁烟水 纽约地铁烟水 希腊的森林大火 整个小岛的森林烧不尽 然后德国西部南沿河滋流 瞬间强降于导致一百多个人死亡的河水泛滥 那包括整个西德 比利时 荷兰的大烟水 那我们再看今夏 今年夏天正常状况在美国西雅图以北 在温哥华这过去是很好的避暑圣地了 那今年在加拿大的Lifton 温度也都高到49.6度C 所以我们从这个气候极度异常的角度来看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必须要高度警戒 高度警戒是因为我们车子没油不能走 飞机没油不能飞 那一飞一走就要产生二氧化碳 那么在面对这个气候极度异常 这个快速冲击 而且冲击力到越来越大的状况之下 我们应该怎么解读 我们这个汽车产业迈向低碳净零排放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系统性的转型 那么这张图影片给各位看了 就是说今天发生的事情 不是今天才造成这种结果 其实在过去这三十年 联合国从这个气候公约 1992年订定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开始 当时就已经做了很多的呼吁 环境跟经济的冲突 然后十年以后2000年开始 世界讨论了很多社会跟经济的冲突 再过十年 因为大家你不改变我不改变的状况之下 我们到了2008年发生了世界金融海啸 从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商品的全球化 它也可能带来全世界动荡不安的状况 所以在2010年全世界开始有所谓的无薪价这个议题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从环境 从社会 从经济 这几个面向警笛都响得很大声 您也没改变 我也没改变 各国总统投融资资本市场没改变 直接再过十年 也就是去年一月底以后 新冠疫灾 我不讲疫情了 疫灾什么时候到头 还没有个头 所以新冠疫灾让全世界都必须要停下来 那我们要来跟各位报告 再过八年 2030年 如果您不改变 我再不改变 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很明显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说 看新冠疫灾 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出入公共场合 必须戴着口罩 就在去年它会涨一百倍 它会涨五百倍 还不见得买得到 一个一块钱新台币不到的东西 连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 都会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 所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 说天底下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张头影片给各位看的就是 在过去这十四年当中 从2007年到2021年 这几年当中 我们看到世界会发生的风险排名前五大 在上半段 下半段是发生 一旦发生造成的冲击前五大 那么我们只要看颜色就好 蓝色就是经济风险 绿色就是环境资源风险 红色是社会风险 橘色是地缘政治 中国不能跟美国合作 台湾不能跟中国合作 然后紫色就是科技风险 我们可以看从2007年 我们过去讲做生意的人 常常说我们是债商延商 那我们的确2012年以前 在商延商 我们看世界做生意的前五大风险 蓝色战的比例是多的 2012年以后 抱歉了 绿色越来越多了 圣经排名第一 也包括红色的社会风险 也排到第一第二了 那么我们就很明显 可以从这个迹象里面 看得出来 今天我们在商要延环境 在商要延社会 过去两年我们就看到 新冠疫灾 为了公卫的议题 迟迟希望能够要保住经济 而不敢lock down的 结果都是死得最难看的 然后为了公共卫生的议题 所以lock down了以后 又受不了 没人进来 没钱进来 又在还不够安全的时候 要重启经济 也死得很难看 所以过去这两年 我们应该学到很多的教训 尤其现在全球的气温 在快速下降的状况之下 看起来又比Delta病毒 还要更严重的病毒 又在肆虐各国的疫情了 那么我们把今年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 世界十大风险 这张表格呢 左边是发生的可能性 排名前十大 右边一旦发生 造成的冲击的前十大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唯有打星星的地方 基本上跟环境资源 气候变迁 其实关联性是 已经是我们不可以忽视了 所以我们就说 要有活命的机会 必须改 必须变 不变就死路一条 所以对汽车业来讲 可以这么简单的描述 它是全世界第一个产业 比能源产业 未来一百年的转型 其实基本上的路径 跟车种的变革 已经大概掌握得差不多了 那么就在今年7月14号 这个西德的小镇 因为蓝银河滞留的洪水爆发 导致一百多人 瞬间就死亡的状况之下 欧盟执委会也公布了 这一个55套案 这55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欧盟已经联合 订定了一个新的目标 就在八年以后 2030年欧盟必须减碳 低于1990年 也就是30年前 还要砍55% 所以要减这么大的幅度 要怎么减 搭飞机开始要付碳权去抵减 燃油车要禁止销售 然后再生能源 要大幅的提升开发的比例 然后要课征碳费或碳碎 然后必须要靠自然界的移除 才有办法 帮助我们能够活命 所以我们说2030年 人家已经要减碳30年以前 要再砍50% 那中国的碳排放 2030年是要达到峰值 每减还要继续往上增加到高峰点 中国现在碳排放量占世界28%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下去 请各位先进可以注意 下个礼拜一开始的国际新闻 因为在英国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全世界的重要的这一个国家 跟政治领袖都会齐聚在那边 因为要看我们2030年8年后 有没有命可活 那么大家要减碳多少 所以我们看电动车的 这个产业的转型 下个礼拜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各位先进自己公司所属 如果已经是在电动产业这个领域的 关键要角 或即将愿意想要有高度性 去投入这个领域 下个礼拜会决定 我们接下来八年 公司的投资力道 技术研发创新的力道 要到什么程度 因为接下来八年 我们就很重要的KPI 就是灾难 灾难如果冲击程度越大 频率越高 我们必须要加速到位的动能 就必须越强 所以这里面三个重要的途径 第一个就是不减碳要除币 所以要课增碳费以价质量 技术要是低碳已经成熟 这个政府要从公共政策上面 要为这些低碳技术或企业新利 那么我们这一个世代 如果不在这个议题做努力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我们说 我们现在赚进来的钱 可能在接下来十年 会完全吐出去了 所以我们世代 没有反映在我们这个世代 在我们的下一代 下下一代 都必须要面临这样的考验 所以我们如果回顾过去这二十年 先进的国家 欧盟2005年开始实施 碳总量管制的交易 中国2011年开始到现在 有九个省市有碳交易所 新加坡今年成立了 自然这一个方法移除二氧化碳的 碳交易所 碳权的交易所 韩国2015年开始实施 碳总量管制交易体系 各位可以发现 先进的国家在这个议题 或者是连中国它被锁定 要进行减碳的这些企业 在这样的一个新气候经济的 游戏规则之下 人家开始摸索 试水温 开始适应这个领域 那我们台湾走到今天 仍然是原地塔布 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 企业界要做的低碳转型 没有一个友善的政策架构 是不可能 这里面我们必须要开始来尝试 碳要怎么交易 碳要怎么盘查 所以我本身念的是化工 2013年转到安侯建业 会计师事务所里面 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碳账不能当混账 所以在汽车产业 电动车产业将来 势必都要走向单一零件 组装设备碳排放的足迹 它会变成是整个电动车产业 迈向净零碳排放很重要的基础 所以我们说时间是紧急的 气候灾难的冲击是大的 我们要减碳的力道是强的 被逼着要做的投融支的规模是高的 那15年之内要减碳50% 在5年前大家开始积极 百分之百使用绿电 但是每两下两三年之间 就从整个全部被净零碳排放 给追赶过去了 因为我们说暖化两度C 在不努力的话 15年之内我们都会面临这样子 一个极度迫切的状况 所以来跟台湾要晶片的 所有的汽车厂 大家都不晓得 其实这些汽车厂也都被迫 或者是主动的宣布净零碳排放 那我在这张投影片给各位先进理解的 就是化工业 它们的原料是来自原油 它要净零这是多大的困难 它是根本是本都整个要翻起来了 我们过去汽车业是烧油 没油车不能走 今天是不烧油 台湾发展汽车五六十年了 最不会做就是那颗燃油引擎 那个内燃机到现在为止 最新型的车子偏偏就是 没有我们不会做的那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翻转 人家过去我们想都没想过的议题 所以化石能源要革命 化石能源一革材料就革 材料革商业模式就革 投融资就革 所以将来在这个领域上面 我们台湾汽车相关的产业 包括已经进到电动车市场 这个部分的角力 事并是一个战国春秋的时代 卖向静零 品牌一定转嫁供应链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这不会是你今天听懂 明天就会做出来的 它没有五年十年二十年 没有一亿十亿一百亿的投资 这我们不能够讲的是天方夜谈 卖向静零三个重要的途径 第一要控温1.5度C下 我们自己的工厂要减碳的目标 量到底有多大 那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叫科学依据的减碳目标 基本上是现在所有台湾大公司减碳幅度的五倍强 要高达五倍的减碳动能 才有办法控温1.5度C 所以这个投资技术管理 甚至到董事会的治理 都必须是要加大力度的 第二个百分之百使用绿电 十年前我开始大声呼吁 台湾的公司要去抢绿电 要去抢绿电 有听没到 那么结果现在开始要去抢 已经越难越来抢了 第三捡到不能再捡 必须要购买自然界移除的探权 达到碳中和 或者是来自其他减碳专案的碳权 达到净零碳排放 所以无论是在这个行业的任何一个公司 都必须要经历过这个过程 我们这么说 我们企业的经营现在业绩再好 我们心中还是要有一个高度敏感的新风险雷达 不断的扫气候变迁排碳能源材料 这个相关的领域我们是不是会受到更大的限制 然后我们扫到的风险来跟我们的核心本业 你做什么零件你做什么材料来做连接 那我们说将来电动车这个行业的转型投资 势必是要规模化 那这个部分走向资本市场已经是毋庸置疑 而且是必须要考虑 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KPI 能够让我们公司在市场上面 包括对品牌 包括对供应链管理 甚至对资本市场的投融资的这些机构投资法人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基础 让我们成为客户之间的 这个所谓最明确的合作伙伴 所以我们必须要具体的呈现 在我们的技术创新跟产品里头 有多少是因应这个气候风险的 新风险跟商机的雷达 而扫到我们的创新 所以在这张投影片上面 就跟各位说明了 深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从 什么都不改变 一直到控温1.5度C 我们要减的那个量 然后这个这么大幅的量 这肯定是整个公司必须要翻两翻 翻四翻 那这里面必须进行低碳管理 必须进行低碳投资 必须进行绿电的购买 然后最后减到不能再减 再用碳权的交易 来达到净零碳排放 那么购买碳权或者是碳排放量 一顿现在是多少钱 刚刚我已经细数了 欧盟2005年 中国2011年 韩国2015年 然后新加坡2019年 开始实施碳税 那目前欧盟的碳总量管制 所驱动出来的碳价 一顿是50块美金 50块美金 很多的公司直接就冲击尽力 超过20%以上 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公司 要购买绿电 因为这个部分就直接可以把 我们在经营公司 做个倒了干 洗了干 带来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后面还会有一个伟大不掉 而且跟着灾难程度 价格高涨的这样的一个 来收拾我们的尽力 那当然我们不能够 让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有一些大的公司 会经过董事会要投资几百亿 在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要百分之百使用绿电 那我们说 低碳的创新是五眼佛界 特别是台湾的公司 在技术的这一个领域 其实是有非常棒的一些发明 所以我们说低碳商机 这里面有八大领域 一直到金融投资的碳权交易 都会是资本市场 也可以搁上一脚的 这里面从能源 从交通运聚 从资通讯 然后到这个低碳制造 甚至环境上水下水 废弃处理的工程 等等这一些领域 还包括智能的建筑 低碳的建筑 所以这些都是有机会带来 很大的商机 那我们在蔡英文总统上任以后 推出了国家总体发展的政策 有一个五加二 其中就是有循环经济 那我们知道今年 台湾经济成长率上看五百分之一 在缺货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们 一天带八小时 三天就必须要换新的 不然防护力会下降 所以怎么办 没有供货可以让我们换新的 所以各位医系都还记得吧 唐凤正伟教我们用电锅针口罩 目的是什么 延长口罩的寿命 让我们继续再用三年 所以对我们电动车的产业 这个材料的循环再利用 这会是一个减碳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把循环经济的七大支柱 把材料延长寿命的八个原则 把三个领域的技术创新 到五个商业模式 这里面也包括现在 汽车产业走向支付使用权 而不是支付购买汽车的所有权 这都是一个循环经济上 重大的商业模式 材料如何循环经济 甚至材料如何能够成归成 土归土 我们在设计一台汽车 就要思考后面回收回来的时候 不是一个机器把它压扁 送到钢铁厂去当废铁 重新再融融 而是应该是不会坏掉的东西 直接再进到汽车产业的制成 所以我们就这么说 汽车工业是百年产业 80年以前的金龟车 现在还在马路上跑 80年以后的车子 现在因为全世界要迈向绿色循环 低碳经济 其实这个车种都已经在整个研发生产的过程 都已经到位了 我们无非为的是什么 为了我们这一代的生存 为了下一代的生存 这一代也可赚 下一代也可赚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做 厉害关系人资本主义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思考的是 2050年我们还可不可活 要可活 我们2040年该怎么办 2030年该怎么办 明年2022年该怎么办 所以刚刚有跟各位先进 说明了下个礼拜 请密切注意 全世界联合国在气候 这个议题上面的谈判 会决定我们这个产业 要加大力度到什么程度 那么这张图影片就给各位看了 为了要对抗气候变迁 所以禁售燃油车这件事情 台湾我们目前本来 赖院长当时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2030 35到40禁售燃油车 后来暂缓实施 目前新政策未明 但是给各位看 在所有的车厂宣布禁零 所有的国家宣布禁零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各位都可以从这张图影片上面看到 燃油车应该是已经面临了 最后的一个苟延 残喘的一个时代了 然后宣布禁零 从Porsche 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这里面非常短的时间 2030年Porsche就要达到禁零 再来有2039 有2040 2050 所有的车厂一致排开 这些都是来跟台湾抢金片的车厂 这些车厂迈向低碳 净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几乎可以说 这个力道是不可同日而遇 我们来看这个Volvo汽车 他们在现阶段来讲 已经推出全世界第一个车厂 号称是采用零化石燃料 所技术跟相关的技术 所制造出来的新的钢材 用在新的车种里头 那我们知道车子没钢肯定不行 车子没油没动力绝对也不行 但是这里头应该从材料的 这一个角度上面 它从生产 从过去化石能源高碳的生产 也必须要隔掉 然后这个除了Volvo汽车之外 我们看Massili-Benz 一样他们过去是希望能够 从低碳的钢材上面来着手 现在已经不谈低碳了 现在直接都是谈零碳的钢材 最近在今年比尔盖茨出了一本书 如何对抗气候变迁 讲的是建材 讲的是所有资讯通讯高科技 汽车行业所不可避免的钢材 也都必须要能够达到 净零碳排放 然后我们再来看BMW BMW它在净定这一个 2050年净零的过程当中 它已经也定定了 2030年就必须一辆新车子生产的时候 碳排放量必须要减少百分之80 所以各位可想见 贵公司的节能要能够达到百分之10 我相信各位已经 就不要讲要达到百分之30 百分之50 百分之80 但是如果没有从这个力道上面去着手 绝对不可能驱动一个具有革命性的 一个新技术 那么这张投影片 我接下来三张是来跟各位 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要把这个燃油汽车替换掉 燃油汽车呢 它在制造的时候会产生碳排放 在使用 使用五年就排放五年 十年就排放十年 所以它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过程当中的 碳排放量基本上是涵盖整个制造材料 制造组装一直到最后汽车行驶的过程 但现在呢开始改用电动车 我们这里面需要电池 电池的制造严格上面来讲的话 下一页排碳是比传统的内燃机的燃油车 是还要来得多 因为我们电池的材料里面相关来讲 它会产生更高的碳排放 但是它最大的效益就是反映在 用电了以后电的这个能源效率 这个燃油引擎跟这个电的这样的一个引擎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排碳的效果跟能源的效率是更好的 更何况电也开始进行了大量再生能源低碳电力的 这样的一个大量部件 那么所以在这种发展之下呢 将来电力一直朝向低碳电力 所以让整个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 就可以说有非常非常显著 可以说是砍百分之八十 甚至如果将来我们相关电动车的材料 成归成土归除 我们在循环经济上面 从设计就考虑这个材料 回到我们的生产制程 当然这个时候品牌厂的利物流 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它从这张图各位就可以看到 几乎是快要到零的一个碳排放量的情况 所以我们等于就是说对汽车业来讲 我们现在要能源生产力 要排碳生产力 我们要资源使用的生产力 谁说产能更高 耗能更多 现在的先进技术是产能越多 耗能是越少 产能越多 排碳是越少的 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汽车厂 在这个议题上面 就推出了很多循环创新的概念 所以我想最后一分钟跟各位说明 我们必须要有环境 社会 公司治理 在面对低碳循环经济 这个方向的商业策略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ESG策略蓝图 没有蓝图 没有策略 你说你要往哪个方向走 谁会相信 也没有办法驱动所有的部门 在一个有效治理到管理的机制之下 来达到这我们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想最后这个总结就是说 我们必须从这样的一个主客观的环境之下 几个必须要聚焦的焦点 第一 台湾的电动车产业的 各位先进所属的公司 碳帐不能当混帐 时早各位所出口 卖给人家的所有的零件 都必须要交付一个身份证的重要资料 就是碳排放量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议题上面 及早介入我们产生的原料 零件 关键零组件 甚至我们帮人家所进行的组装 它所带来的碳排放量 然后第二个就是加紧的投入 争取百分之百绿电的采购 公司小这件事还好处理 公司大就会越难处理 第三 我们必须盘查出来碳帐不能当混帐 还得要根据控温1.5度C 根据公司的市占率 我们要去计算出科学依据的减碳目标 我们才知道我们在这个部分 迈向低碳净零符合客户的要求 我们需要准备多少的资本跟技术跟管理 来因应这方面的需求 那我们有了一个低碳策略蓝图 我们才知道这个方向应该要怎么进行 所以这里头对于低碳的研发 那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大的 一个相关的资源 最后我们有做要会说 同时还要说得有道理 因为电动车的产业已经进入百花齐放了 然后各个厂都在这个议题上面 在开始进行崭新科技的势力重新洗牌 所以我们要成为人家最佳的合作伙伴 这个部分 在这张投影片上面所秀的这些议题 都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的 那它不会是一个月就可以 也不会是一年就可以 它必须是我们接下来 五年到十年都是必须要积极去布建的 所以最后结论就是说 风险随时会在攻击 冲击我们的营运 所以我们必须要坚守一个重要的理念 别人家私火 我们家赶快来演习 我们要提高我们的韧性能力 第二气候紧急下 迈向低碳 这个是一个早做 一定比晚做还要来得更有先机 第三在受资源限制的状况之下 迈向更高的资源生产力 用更少的资源可以创造更高的产能 这个部分已经是我们科技势力重新洗牌里面 我们必须会被别人视为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能够展露头脚的一个关键 最后我们也希望说在疫灾在气候灾难 我们的社会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会受到实际的影响 当大家赚到钱 我们还是必须要来扶持我们的社会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可以走向一个共同繁荣的未来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 以上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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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